大家好 我是演員徐皓中 你好 我是陳雅玉 哈囉 大家好 我是演員張雅筑 他用非常純粹的劇場的魔法 極簡的舞台跟布景的陳設 很像一個豪華的海鮮buffet 然後演員非常精準的表演 就算只是一個經過的小角色 他都是一個超大咖 所以看他們在台上對戲很過癮 然後還有台詞非常細膩的寫出 關於人生的一些意義 所以才會讓這齣戲是果陀 35週年的亞相 前面這個故事就是流動的很緩慢 就像你的日常一樣 到了最後一段的時候想要抓住那些 從你指縫裡好走日常 然後堆疊出一連串對生命的探問 畢竟果陀創團的時候我還沒出生 所以我都會覺得說 會不會我沒辦法進入到這樣的狀態裡 但是其實在看的時候就會覺得 我還是會感動 我相信應該每個人的心中 都有一個淡水小症 平易近人而且貼近人心的作品 就是很推薦大家來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